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親切握手 還有金正恩妹妹金與正親自接機的待遇 近幾年作為習近平特使 活躍於各大外交場合的宋濤 曾三度代表中國官方率團 訪問北韓領導人金正恩 在伊朗 俄羅斯等 也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更曾擔任過外交部副部長 如今卻一下子轉變身份 宋濤任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 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 一陣子沒出面 搖身一變成為國台辦主任 其實宋濤過去政治生涯 都以外交為主要任務 幾乎和涉台工作毫無淵源 這次奉習近平殖命上任 凸顯當局對台灣事務的重視 調來外交大將親自統籌 幾乎和港澳辦主任 當年出任過程如出一側 還有媒體猜測原本看似退居二線 且不再擔任中共中央委員 甚至已經六十七歲 超過正部級官員退休年齡的宋濤 之所以破天荒接掌國台辦 是因為最近幾年習近平不滿 國台辦系統成效不張 乾脆派自己人來管 尤其在台灣二零二四總統大選前 宋濤接任更具有特殊意涵 在台灣問題國際化之際 讓外交系統出身人物擔任國台辦主任 預計能用更精準眼光看待整體國際大趨勢 下一個新聞 尤海宣報道